後續由文化局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的三項提報國定鼓基 四 本案監務指定公告為直轄施定鼓基後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6條 鼓基不得遷移或拆除 單因國防安全 重大公共安全或國家重大建設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保護計畫 經中央主管機關召開審議或審議令和令者 不在此限 若耳號涉及前接議題 依上述規定代理 案二 歷史建築陽氏谷措及武警保存規劃計畫審查案 結論 一 本案原則同意通過 後續請依委員意見補充事項 包括異地重組的詳細圖面 位置 工法 歷史調查及測位記錄等 補充後提送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確認細節後 在提送本委委員會確認 二 請台北市政府公務局確實找到台北市境內水資源資訊 如水源來龍去脈 必定相關開發案做必要的要求及規範 以上 好 大家看看 有沒有什麼好 對不起 對不起 昨天有議員 要我們到縣長去再次 再次回答 就是剛剛那個 前面第一個案子 溫柔介紹的相關 那到縣長去看 因為 連居住的都已經都 都憲勇 都憲勇 所以只剩下建築物本身的 所以我們就建築物本身去看的話 一定基本上我們在縣長也跟 剛才跟他提到我們在過去的討論 然後給他身分的這樣的一個價值 主要是強調他的那個人文的部分 所以構造的部分的話 我們還是維持我們原來的看法 但是因為他人文的部分 就是彰顯出來這個建築物的 他的一個文化價值 所以我們在這個大會裡通過 這已經通過了有點負談 這個基本上我們還是會維持原意的 但是呢 這個務主委提供了一些訊息 包括這個指定的範圍 因為他現在如果要去做開發 原地保留的這樣一個古希的建築物 他的這個保存的範圍到底在哪裡 就是他提出來說 未來要做保存的話 他有差勢工上的困難 那第二個他覺得說 因為人文價值的部分的話呢 他也提到了在當時 我們在認定這個人文價值的部分 包括林安民先生、郭小舟先生 他們跟那個余大綱先生 他們的這樣的互動 在這個建築物裡面互動的行為 不過他們有經過了審聖的考證 像他們在做這個所謂的文化活動 大家聚會的這樣的地點 並不是我們當初所得到的訊息 在這個建築物 應該是在晚前路那邊的一個 所謂一個旅行社的空間 所以這兩個空間可能還需要我們再把它澄清 那我也認為說 那你這個考驗商這邊如果能夠提出來 相關的新事證的話 那我們對這個如果他的文字身分 有所混淆不清的 我建議還是要我那裡信 所以昨天大概有會 有這樣子 我在這裡特別提出來報告 謝謝 跟主席要委員報告 那昨天的會議是那個 李菲中午議員要求開的 那我們開去現場當然有一些意見 不過跟委員要報告的是 今天第六案其實要討論的審議事項 就把理由 沒有詹老師提到的部分 就是不會寫進那個議員人士有沒有在裡面 那所有的理由 等一下如果討論到第六案的時候 請委員執政 原則上沒有他提的那些事情 那所有的理由其實都是依據我們調查的事實 所以現在如果理由審議通過公告以後 還是要取36條的部分或法律的部分來解決 這樣可以 現在我們知道 glaube, 由有沒有留有案 指導那個女客裁 GW心裡 ال說…… 這是我們還是要辦規定ель Travis 學藝人案亦暗有歷史建築 山景物產 諸室會社舊倉目 定4土地 a號便跟選擇案 W Boh 審議案以歷史建築山頂物產諸事會社舊藏庫定做努力 第1號編分審查案 依據國化資產保險法第18條 歷史建築經營建築登陸被審查及輔助辦法第5條 辦理情形 山頂物產諸事會社舊藏庫位於人士忠樂區 中校西路已斷265號 寧靜國定武基北門鐵道部及四定武基台北郵局 古臺街藥某等 建政日治時期殖民歷史經濟的歷史 本局於101年5月7日公告登陸 山頂物產諸事會社舊藏庫位歷史建築 另附帶建議本建築屬在地區 人應以其作北本意向為綜合進行考量 後續應配合該計畫與周邊武基區 國化發展以及都市發展與交通規劃等議題 演繹最適合的保存模式 二 城上附帶建議 黑鶴西區門戶計畫是整體規劃與交通路型調整 歷史建築山頂物產諸事會 熱出倡戶保存方案可行性評估案 即今105年5月20號本次文字會 第八十一次審議同意暫時一致保存 三 本局更需辦理山頂物產諸事會 山頂藏庫歷史建築保存統化工程 建物結體後向東京一部重組 戰士基地位於西區門戶計畫 範圍之交通八號廣場 其保存工法為 一 以盡量大塊切割保存正面半圓形三牆 西側面前端窗戶一帶及背面一輪為原則 其餘部分由老化軍艦或結構餘域部分 將採手工竹磚採卸後重組成處理 以肩部紋置保存以及結構安全 二 重組及修復工程會因應未來移回原子之可能 採適當知識施工方法 加設可證系統 並以數位測點結入原子定位 四 山頂藏庫歷史建築保存統化工程 於105年10月5日開工 進行第一階段解禁及保護工程 已於12月30號完工 第二階段重組及修復工程 於106年2月6日開工 供期435天 預計將於107年4月22號前完工 五 山頂戶產出社會社舊產戶 中底重組後經建成立正事務所 於106年8月8號完成主體復帳 本局并一附葬紀錄進行建屋套回 建屋重組後 坐落於中正區公願段 於小段198、199、200 198-1、199-1、200-1111號等六畢瀡地 並考量山頂戶產出社會社舊產戶 後續再利用及營運 並同中間區公願段 小段196、197、201、196-1、197-1、201-1 1號等六畢瀡地 納入歷史建築運作土地範圍 6. 本局分別於106年9月14日 10月2日調集土地全晚等相關單位進行燃場 上街中正區公園大理小站98等12筆地號 土地業已變在管理機關為本局 本局或許將辦理土地合併副帳 將12筆土地合併為2筆 交通廣場用地及道路用地各1筆 7. 有關重組後部分建物 使用道路用地 應繼有中校西路道路邊界之最小靜寬 人達三公司分布交通局原則同意 另一本府105年7月11日公告發布實施 變更臺灣市中正區公園段小段1902-7地號等 用地主要計劃案 三井物廠出資會設做廣庫配合開始變更 優先遷移至臨近交通廣場公園範圍 以延續日治時代倉庫起偶陽台 當前日子建築核心價值 為其實際保存方式清理維持及工法 後續使用等任一本新聞之為 審議及部辦理 遷移至同意先行以上接通的區域公園段小段1908等 設備1號土地辦理公告事 以致土地合併為兩比1號後 由派局進行辦理變更公告 建議前後的地基圖請委員參院 另外從左後建屋套配地基圖及土地使用 在區域議員土地管理機關事意圖進行委員參院 土地管理機關是公園處 交通廣場用力的部分是公園處 道路用力的部分是新公處 目前這部分有進行全管轉移至臺灣市民跨局 另外前兩次9月14號及10月2號兩次的 坐落地號演唱會議記錄請委員參院 其中在10月2日的坐落土地號演套會議 交本府清建工程處這邊的意見是 196-1-201-1地號管理權變更 以上次會議權益確認古愛交通基督事計畫 後續報復同意後等初配合辦理 你辦 你請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山景物廠 主持會社交廠定做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辦理通告事項變更歷史建築及其訂做土地之地號 紀念及原 1011年5月7日公告歷史建築所訂做土地之地號 紀念及為中間區公園段一小段 208-209-209-1地號等三筆土地 變更為中間區公園段一小段一九六等四二筆土地 變更理由 配合西區文庫計畫自正規規劃及交通路程調整 建物暫時效能一致保存 即立於以後續管理文庫計再利用 法令依據文資法第十二條 法律史建築今年建築登陸培制成查紀規劃版法第五條 後續施本案主地和平為兩筆帝號之後 由文化局競食版 變更公告室里面提供文庫會審理提倡 這對這個案子的報告 可以有一個提案的思想提案 只會有一個提案的提案 我個人認為這個案子 這樣處理不得到 極其不可為 因為你們看你們的辦理情形 括號三至二分 你們就提到 並這個等等 還有依應未來 簽委員子之可等 我們在幾次跟民眾溝通的時候 一直強調 這是我們權宜之一把遺到這邊 以後還不回去 那我是覺得 原來這個基地 事實上高度限制的基地 都是自責的問題 不管在管理也好 或者在目前這個 這個我們講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講這個 文物計劃也好 或者在現有的管理 都不會 都不會干涉 有太多問題 但是你們這樣做的話 實行於 因為你原來說要搭輪 你搭輪回去 可不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們已經把 拖過去 覺得讓自己都是變成道路問題了 我是覺得是不太 那即使現有的部分 還是到我還是畫了一個問題 我可以公告 我這個簽到這個地方 我可以同行公告 但是不能都把這個完全就變更的 變成道路問題 我可以看你這樣 下一個問題 後續要變更 我跟薛老師報告 他不是要把原先那個變更到道路東右地 他是把那個 遷移過來那個部分 要把他公告 因為那個跟五大管線要配款 要給他是 給他那個建築的地址有關 所以你不給他公告新的的話 他不會配五大管線進去 連配五大管線 那這個地方不能用 那如果薛老師講的那個 原先地號爆發在裡面也無所謂 就是說再增加了 那我們新的地號進來也OK 那個不是要把原先的消失掉 沒有這個意思 老師說的那個就是要原先的要變更成什麼 沒有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先回補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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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會做確認的決定 那這樣其他會有一個意見嗎 那麼補免一下 我們在變更的以後 一開始就講得很清楚了 是建物暫時向東移植保存 一律後續的在利用 那誰只是暫時的 對 那這樣應該可以接受 來其他委員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有這個案 就照這個禮拜事項來辦的話 好可以了嗎 我們進行第二個案 第二 按由大工需彰化銀行美能登航就職 田兵北路一段18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按由大工需彰化銀行美能登航就職 田兵北路一段18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提行審議 那依據文化資產法第78條 國際指進經對職審查案法 遺史建築紀念建築登入對職審查 及國度案法 本案為列測追蹤建物說明如下 第一點 依舊本資法列測建物 即作為主管機關之採討資料 105年新版本資法 由民眾提報 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域列測追蹤者 主管機關 三年與六個月內辦了審議 第二點 民國九十一年本局委託六所大學 辦理本事建築清查 當年清查時 因無法進入建築內部 不該次清查結果 細作為參考資料 然後100年1月的時候 都更幹事會 主幹事表示分心範圍內 有本局列完建物 100年12月 都更幹事會議 其日則會記載列測建物資訊 然後列測建物權益利物關係 仍未有法律界定清楚 依現行本資法及相關法令 列測建物並無不能改建制規定 本案新因106年5月起 本局入戲結束 民眾向本局提報 本局稅議 文資法第14條規定受理 後續並進入文資審議程序 其餘跟本案建物是否為列車建物無設 本案建物所定套土地為大同區 全大二小大三五三三五四地號 地上建物為同小大二七三七七號 房地所有權皆為彰化銀行所有 本建物座落土地 他自96年期參與民間都更 都市更新計劃案 該都市更新案在96年9月21日 自行化第2次單元核准 9月7年1月28號 事業單元核准 103年2月13號 事業企劃核准 然後今年度6月1號 以提送 原來變換計劃進行的審查中 本案建物因5月起 民眾透過提報表 或是在應陳寗系統上本局提報 好良本案已精進入度規範 規溫程序 所以本局是順域資權解購 文資價值審查程序 那本局於106年6月5號 邀請薛琴老師 就行委員 然後蔡元朗委員 包括委員跟劉淑英委員等人 辦理專案小組會刊 那委員初步認定是 具有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那因會議結論 本案經委員討論後 不求審慎 並去委員奉事 將去安排其他文資委員會刊 在新辦理 那本局需於在7月13號 辦理第二次會刊 然後當日出行委員 包含李前郎委員 王赫軍委員 然後憲勒委員 曾天權委員 那委員能初步認定 具有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次日會議會刊結論 經委員綜合討論 本次委員意見將後續將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 去送文資審議會審議參考 那兩次會刊委員的意見摘要如下 第一點 彰化銀行在1912年在本基地設台北出張所 若為台北市的分支單位 那建築物是在1948年落成 立面外牆門額留有彰化 彰立銀行台北分行的科製文字 反映建築落成時的原始一幕 第二點 建築物位於北門之大道城主要公墓上 是日志時期世界發展的代表 見證當時大道城商業的繁榮 第三 建築物屬於戰後新建築之建築 後續又歷經多次整修 那立面的四支齊樓巨著 為模仿台中自由路彰化銀行總行住子之行事 那三樓空間上城有幕行下斜屋 建築物構造 但非傳統工法 那建築物的空間價值主要在於 齊樓的立面 那建築物可謂一種 而重視這立面的坦白建築 反之內部空間裏創特色 那鑒於本基地跟其角地 進行都市更新和多年 除了知文字不分英雄文字法辦以外 因應偵重業主進行羅根的利略 故本安因考慮 歷史保存及都市開發監護之方式 並對於保存方案提供多元彈性思考 那有關商賣銀行 及都市民辦委權利人體 請享兩次會看紀錄 這是那個地形 地形 兩筆 地號 那23跟34 那這是建築物正立面的外觀 那這是那個外觀的門和刻子的部分 那這是那個目前其樓住址的形式 那這是內部一樓大廳和貴位的一個空間 那這是二樓就是當初辦公室的空間 那這是三樓的部分 就是目前木杭架的部分 那這是二樓後方有鐵枝架蓋的照片 信封 那文化資產評估報告部分的檢要說明 那建築物主要是1948年竣工 那主要是專造三層樓的建物 那使用現況概述是本案建築從96年起參與民間都市更新案 當民為了配合都市更新 目前已經暫時將航設遷除 那建物現況目前為閒置 那建築所設的都更派在96年9月開始自行化定分清辦的合成 目前已經執行到權力變換階段 那有關所有權人保存意願 那彰化銀行認為本都更派之整合審議依法辦理已經超過十年 今天因為民眾提報而涉及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而暫緩都更程序 影響所有權人的權益 那令都更派為相關權利的表示尊重其文化價值 但稱希望都更派能如期完成 令判有對應配套 那有關價值分析的說明是一本案辦兩次會堪 一次會堪有四位委員認為具文字價值 一二次會堪有三位委員認為具文字價值 一位委員認為是否具文字價值 引提大會討會 那未來的保存管理名顧是 本案建物上代文資委員會審議具有 是否具有文化資產價值 如今審議具有文字價值則依現行 文字法規定 因由所有委員管理的人 是用人的管理維護 因此未來保存管理維護建議由土地 建立委員管理機關進行說明 那你辦本案提請本 委員會審議 委員會審議決議是犯候選 以上 我們還有誰要先說明 是 還有誰要先說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指令他 今天有三位登記發言 是啊 先讓登記發言 好 第一位陳月茲 幫你放下 沒有 好 跳出來 我是跟頭建的一個住戶 現在我已經快90歲 各位 這個案件拖了十年 我還有幾天的明天 我現在很心酸 到底為什麼卡在哪裡 我都不了解 今天文化重要 但是我們的景觀也很重要 因為是國際線 國內線都在我們的對內 對不對 在國外 人家說好漂亮的景觀 我們靠不到 實在是很舒服 真的 我只有說我的心正常 我沒有什麼用力 就是說 我活到這個時候 在台北市出生的 我是想說 可以住在我自己的房子 就是這麼難嗎 就是已經快90歲了 只有這個 幫幫忙 請早一日完成我的心願 只有這樣 謝謝 我們謝謝 來 下一位 杜書人 各位老師 各位長官 大家好 我是剛剛發言的是我母親 我們在這個地方 經過都根 可以說前後不只這幾十年來 我想今天能走到這裡 對我而言來講 剛剛我媽媽的發言 也能走到這裡 因為畢竟老人家 能夠再次的時候 能看到這個房子 重新翻新 不管今天是 舊文化資產保護 或者是 整個都市更新的發展 我想這兩邊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以自私的一個心理來講 今天我媽媽 如果能夠在她 有生之年 能看到這個房子 重新整建起來 那我想 對我一個做兒子來講 這也是一個非常地恳求 各位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能夠盡速地 讓彼此之間 適合和發展 文化的保存 我想今天 我們請了這個新榮 來為我們做的整合 目前能夠百分之百 已經進入到最後的全力變更了 這個是非常難得的一個機會點 所以我想在這部分 我想這位老師們 可以給予最直接 而且給我們給予最大的幫助 謝謝 好 謝謝 還有一位 丹欣果先生 市長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是章雲的代表 今天要說明的是說 我們章雲本來是一個中部的銀行 這個我們北門分行 雖然是我們一家在台北成立的分行 但是它的建築物呢 是在我們民國元年的時候 賣的二層樓建築物 後來呢 因為我們的業務擴張的話 在民國三十七年的時候 重新改建 所以呢 目前的建築物呢 我跟各位報告的就是說 它已經不是我們 那個台北出當所的 延史化那個樣貌 那畢竟到現在已經有十九次的 增線跟改建 那 因為我們的銀行 一些華規的需要呢 那我們平估之後 認為說應該參與都市更新 那我們為了配合都市更新 那在民國以來 零二年呢 就把我們的銀行呢 先到對面去繼續營業 那將近到現在呢 已經失附了 將近五千塊的一個事情 到今年的五月份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 我們我們的北門銀行 具有文資價值 如果呢 之前的私業計畫的審查 我們市政府這邊跟我們說 那個我們北門銀行 如果是具有文資審查 文資價值的話 那我們就不會說 把銀行簽到對面去 浪費這麼多的私業 那 我現在要強調的就是說 雖然 我們北門銀行是 我們當初 台北出商所 也死的地也沒多 但是建築物呢 已經在民國 三十七年 重新呈現 而且呢 我們這個建築物呢 是當初有我們 本行的工務部門的同仁呢 依去幫我們台中 分行的一個樣貌來改建 而不是說去配合那個大道士的一個風格 那我們銀行呢 希望在永續經營的精神下呢 希望說這個圖根案呢 可以早日完成 那我們也可以說早日趕回原來的地點呢 為我們的民眾呢繼續服務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是 有誰要檢報 那個 彰化銀行跟薛榮簽設府 跟有限公司會進行的檢報 落下uge 拿到 五千萬元 這個 金錢 卡瑪洋 沒有保安心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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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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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委員、各位理事、各位先生,主席代表三萬一堂與金融建設和社群團隊做普通的說明。 我是建築師,白曹亮。 在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個畫面,就是我們的地點。 這個地點是位於四里道道和領域部的腳腳。 這一個腳腳,事實上,我們看到它的位置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的居民,他在十年前,他就聽到四中不高張的說,都市翻轉,東西首先要翻轉。 所以他們開始接受整個東西,開始接受到現在十年。 他們也只是聽到說,這張要翻轉,所以他們開始接受到。 所以張萬銀行他們原本是不願意參加的。 也就是因為受到這樣的感召,所以要參加這樣的一個都更。 所以為什麼今天我們討論張銀的這一個分行,被有牽涉到都更團隊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張銀已經是他們的一個簽約團隊,簽約成員之一。 他的影響也是牽涉到整個都更的一個意義,以及他的一個成敗。 那在我們下面的這一個視頻大道欄側,就是我們飛行了四十年的台北車站,特地反應我們去五十七方。 好不容易,四十年冒出了一個我們講的機場境運。 結果機場捷運出來的一個環境,是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简於破舊的一個街區裡面。 從車上的一個輸入口出來的時候,看到的,沒有來過台北的人以為說原來台北就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現在在做的,從這個台北車站區裡面的機場捷運出來的, 它未來它是一個D1,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裝置行道,可是它看到還是像一個破舊的一個地步。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唯一的機會。 這一個地方如果沒有來過台北的人,原來台北是這個樣子。 沒有來過台灣的人,原來台灣是這個樣子。 我想這個問題是我們要真考慮的問題。 這是我們的位置。 從左邊的這個圖,也就是它的一個廣告圖,或者說是空造圖,跟右邊的一個空造圖來相對照。 它的地點,它的位置是相似的。 右邊的這個圖,它的地點已經配方。 它現況的一個五斜面的一個屋頂,踩鋼的屋頂可以表現出來。 左邊是一個地形圖,它代表說它有寫的其他地方是兩屋頂的。 右邊是我們的都市計畫泡衛圖。 泡衛圖就是說我們基地泡衛圖,泡衛圖就是說我們進入建管的一個程序管。 有顏色的就是身體會建造的一個地區。 我們的地點在紅色地點的部分,紅點的部分。 它的北側是十三樓的一個柱上道。 左邊它就是我們消防局大的。 也就是說,夾在這個角的這個部分,它沒有其他土地可以再做合併。 所以這個地方它能入的成立,是它這個地方唯一的機會。 在它基地的對面,好像還有一塊空氣還沒蓋。 事實上這個空氣已經身體建造,現在已經準備開始開工。 所以如果說要把這個地方的一個意向的改變的話,這是最後的一個機會。 這是我們在分團隊所整理的一些文字的資料。 我們從黃色的那邊開始看,它是台灣寶圖。 跟右邊的美軍的地圖來相對的話。 紅色的點就是有標註bank,也是當時的台灣銀行的第一個分行的一個地點。 左邊下面的話,它也是有這樣的一個建築物存在。 可是我們發覺到說,下面兩張圖,它的行道口跟圖不一樣。 所以這一點我們是要說明就是說,這個建築物,雖然彰化銀行給了一個分行, 或者我們當時的台北分行,當時是1912年,就是大分一點的時候它因為舊房子去用。 但是在1948年的時候它已經拆除改建。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討論的重點,就建築的部分,是1948年改建後的建築物。 並不是我們文資所講的說1912年張磐良第一個分行。 下面,這個是我們的土地,張磐良的土地。 就是說它現在是一個我們小小的範圍。 比較大的範圍就是我們現在的杜庚的範圍。 它那個土地,張磐良的土地佔所有杜庚的土地約40%。 張寧本身的土地160 其他土地是260 這兩塊土地 如果單獨要興建的時候 基於我們臺北市復建地下停車的規定的話 他們都沒有辦法充分有效地利用它的同期率 也就是說 如果他們分開蓋的話 它的效益幾乎緊張 幾乎腰斬 因為它沒有辦法復建完整的一個 因為效率不佳 所以它沒有復建完整的一個停車位 在這個結議下 如果說把張寧上面那一塊進為意見的話 他會想到他的一個 能不能參與多更的這個結議 如果說把兩塊地分開的話 也就是說這兩塊地就沒有再發展很多機會 因為沒有建設公司 他願意不是這樣腰斬的一個建設案 這個是我們再做一個資料 就是說我們看它的土地所有權的一個部分 它從大正一年 就是1912年開始 它都是張大義堂的一個所有的狀況 一個狀況 所以 那這個是我們的基地的一個建築物的一個登記的狀況 看下面一張 看左邊上面 它就是民國39年的一個聖場生活圖 這樣一個生活圖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下面 它在各樓的部分 原先就是沒有的東西 它是一個飄空的部分 這是我們把它的圖 像我畫成現在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一個飄空的部分 這是我們光光的部分 事實上這部分是後來在1990年的時候 也就是1979年的時候 他把它增建出來做二樓做一個對台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一個結構 從飄空區以後它的結構並不是那麼的完整的對稱 所以說它的文字的價值 在這樣的一個變化之下 它已經是開始在改變了 那這個是我們所整理張明的一個資料 就是說在民國光復初年的時候 光復初年的時候 它在全13個縣市裡面 總共有35個單位 35個登堂這樣的一個單位 在中部地區就是我們剛剛前面三個 總共有16個單位 也就是說 在全台灣省有13個縣市 都有第一間張明的分堂 在現在六度來講 每一個都有它第一個分堂在這邊 所以如果說我們以 張明在某個縣市的第一個分堂 為我們文字的一個特色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張明覺得 這樣的文字特色為了也太頻繁了 而且它強調一件重點就是說 它們是在中部的方向 剛剛所看到的東西 中部只有16個台北市只有面 跟桃園是一樣的數量 所以在討論它那個建築本身的時候 它這個建築在一個18年 它已經拆除改建了 已經不是當時的分堂 所以它的意思 文字的價格 價值的情 在這個重點裡面 那它的立面 它只有正面做立面 正面做裝修 它是用洗濕的裝修 因為經不起日曬雨林它的一個射水性 所以它的左邊側面 已經做彩缸的一個保護 在右側這一邊 它就是因為有一個 就是如果不是中間 所以它沒有坐直 這是它的背面 就是這樣一個破舊簡易的一個狀態 它的一個建築本身的特色已經 降格上非常低 我們特色非常低 這個是我們剛剛看到說 我們台北分行的一個台北 沒有坐直在 可是我們看是 很像是光鮮亮麗的一個正面 我們如果仔細看它的話 它事實上它的一個夜縫 當然已經開始在 很多地方都很過夜縫 那它的其實是經過之在雨 已經開始剝落 材質也非常脆弱 如果說已經先隔的話 勢必說馬上破壞掉 這個是我們看到後面的一個家蓋 屋底家蓋的景色 這一棟建築所有的屋底 它都是木屋面的一個網邊屋 現在它的屋面已經都不存在 木屋面也都是部分在景色而已 這是我們後面的一個 一重的剛構的彩缸 還不足以彌附它 彌附它現在的一個破舊落水的狀況 必須要兩重 在右邊上面的這個是我們前面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主聽的部分 因為它不是一重彩缸 都是兩重彩缸的部分 去做這個屋頂的一個網路 即應用這些破舊的一個 建築的彩缸屋 來做它防水的一個性能 這個是左邊的是我們看到大廳 在1990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鋼鋼骨的一個樓板 中間交通的部分 來做二樓的櫃板 右邊是當時為了要做這樣一個構造 它把一個成功槍拆掉 用小鋼骨去做這個狀況 也就是說 這一棟的結構 事實上已經被破壞掉了 這個鋼骨如果拿掉的話 它原先的一個狀態已經 它的避難也會減少 所以它已是完全 如果不去弄它 它現在它的東西 它是在1948年的一個耐陣的一個轉型 已經比我們現在所有的認定等級為低 更何況它原先還沒有做這樣一個 二樓的一個構造的一個反射 現在做了這樣一個更為新 這是我們三樓的木路鋼 這個是西式小木路鋼 它當時有分離所謂的核式木路鋼 跟西式小木路鋼 這個是比較後期的一個 懸掠的西式小木路鋼 我們從它的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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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小木路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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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做很多的一個成功的作為 在這些小夢想是沒有做成功的一個作為 在光復後悔的這段時間 在台灣這種問題是非常地明顯的 這個是王金塔常務理常務董事 所在我們60年的紀念社裡面所講的東西 就是說在那段時間裡面 共蓋了21間餐飾 當時的物資並不是很普通 所以他們自己都知道說 這個只是一個臨時性的定期的照片 並不足以當作說 他們自己一定維吾的一個建築物 所以我們認為 就張藝的理想來講 我們並不認為它是那麼大一個國際資產 這個是我們延密德錄的一個歷史資料照片 它的位置是現在這個位置是相片 就是早期1920年齡的時候 我們要討論一個事例就是說 在這個億化百年的一個接波裡面 到底我們應該保存 應該考慮了時間點是在定在哪一點 是不是一定要用舊有的原有的材料 舊建築物的東西保留 才是唯一的文資保留方式 這是我們想提出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它才是怎樣才是在碎 右邊是當時的一個原貌 左邊是1940年改建後的地方 關你們不一樣 這個右上角是我們張藝台中 我們講究所謂的一個古典 連續住院的一個古典地面的話 右邊它的重點有一個是連續性 第二個是它的住院那個住的分割 我們如果會了解到它 它要受到一種銀行厚實紮實安全的狀態的話 連續住面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可是我們左邊的臺北高達 它並沒有連續住面 第二個 就我們講住面的一個分割來講話 了解鄭主人都知道 我們講西方古典的一個住室的話 它的一個長高度 跟它的住的一個直徑是一個平易的簡直 但我們看右下角這個圖 我們看到它的影子非常的漂亮 它有受分 可是左邊我們的臺北高達 它並沒有在討厭這樣的事情 所以它並不足以用它的住業 來當作我們文師的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要重錄的另外重錄 這個是我們當於分別在後續 三種很重要的建築物 從1979到1979的三種建築物 也是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就是說 張銀它只是一個商業銀行 它做服務的優先 它入定物以它的主要的建築物分行的地面 當作它們的一個地面傳承 所以它們在這個特色方面 也不足為多重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整理 就是說 在這樣一個實體式的一個改修裡面 我們最重要的在1979裡面 這個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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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 十年來 本來應該是我們整個月 三次的會期 造成現在已經是十年 十年來 我們有六年多的時間來做審査 三年半的時間做實質的審查 以及權力變換 好不容易達到這樣的一個階段 在今年六月的時候 我們提出了權力變換的一個報索 確得到的結果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要提而知 剛才我們在報告裡面 主辦單位報告裡面有提到一點就是說 一百年的時候 曾經把這個資料列入殘法 可是我們在一百年跟一百零二年的都更的審議會裡面 正式的書面迴函告訴我們 這個地方沒有意見 不普及的一個管制 希望能夠對這一點的出入做一點長度 這一點我們直接要講就是說 這個時間 十年的時間 事實上是完全不需要 如果說 因為這個有利益的事情改變的話 這個是我們在都更 已經完成的都更 平面裡面看到的 就是說 紅色就是我們現在當年的土地 看得到它 然後紅色的下面有黃色的部分 就是未來張寧 他分配在這個都更的區塊 分配的位置 也就是說 事實上他們已經有把這個 所謂文資的遺址 就是這個地 他這個張寧還是選在原來那個地 所以如果我說這個都更難能夠誠意的話 事實上是把張寧由現在已經簽到對院的這個分難 再簽回來 才是回到原來這個地 所以這是我反而 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現在這個東西都拿到對面去 就現況來講 它不可能再回來 以這樣一個建築物的一個個性化 不可能再回來 以它的標準也不可能再回來 不可能回來的時候 它這個地就這樣放著 它這個地如果說這樣放著的時候不能夠利用 其它地也不能開發 這個就是把這個都這樣看死去 所以 基於 之前都講的這些文資的一個指引 我們 了解到說 一般社會大眾 就與銀行業或是開發業 要多負擔社會責任的這個期許 我們想法都是說 幫我們考慮一下它的一種行性 如果說大家保持文資的目的是一樣的時候 幫我們考慮一下它的方法 我們提出這三項 如果說我們能夠屬具文之身分 我們可以在不並跟我們現在 多負擔社會責任的這些面積的權力調配之下 我們把目前北門坑堂 就是原彰化銀行的台北方南這個意面 完整的從現在我們的 已經核定的這一個更新案的這個意面的這個現實 這個是我們的期許 所有的費用我們可以在這個多負擔社會責任的 這個目的是什麼 這個目的是希望給我們一點時間 這個時間不是多是希望上 我們重要的是時間 因為如果這個地方這個藏意北方 夜入文資的話 第一個 修復在希望希望就是一年 因為據文資身分 所以他必須要進都審 又是一年跟都交互審查 又是一年半 再來如果有動到他面積的話 又是一個全力變換的兩年 這樣五年時間 沒有幾家建設公司 能夠在支付這麼高額的一個 補助金的行業之下 所謂高額 開發建設一開始啟動之後 他就開始支出 最大比的支出就是說 當那些地址蓋上印章 給他一個費用以後 那個費用是非常的大 沒有一個建設公司可以承擔這種五年的一個損失 也就是說這個就是本能 就是說如果說我這樣環教學 不能不用管 這是我們的一個期許 也就是說希望所有 幫我們考慮一下 我們願意這樣一個面面 直接放在五根建案的一個建案裡面 只是希望給我們 不要去浪費那麼多的時間 走到最後還是一樣 如果還是一樣這樣一個要求的話 那我們不准還浪費那麼多的時間 大家在這麼稀有微薄的一個文化預算之下 大家那麼辛苦 這是我們代表張銀 以及我們的一個多根團隊所做的一個狀況 現在所看到的一面 就是我們在多根案所完成的一個一面 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現在的 張銀的這個連換一面 直接整個在我們這個議題上去 希望各位委員能夠 這樣子我們這樣的一個心情 跟這樣的一個困難 以上的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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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誰要 最後有提報人五分鐘的說明 最後有提報人五分鐘的說明 提報人提報人提報人 提報人提報人 張沛琦先生五分鐘 張沛琦先生五分鐘 各位委員你好 那我是提報人 那我是來自國立太北教育大學 我後來同學來經營學習 我現在就五四年前 那 那 其實 我當時會提到這個 非常簡單 因為我相信 科 科士檔案的證件 就是 開放政府 確定參與 那 文化不應該 只是 在文化學的會議 或者是特定的 老師們 有些應該是我們 在學校老師也要教育 我們說 同學們現在可以要參與 所以 因為我讀文創戲 那 應該各位老師都知道 就是在大大城這邊 是現在 緬元這一代是 台灣文化為基底 然後發展創意 非常重要的園區 然後就經常來這條 園圖上面散步 我當時看到自動建築 那我一直以為它這是意思建築 但是 你知道今天五月我看到 行政院的新聞說 他是 張曹銀牆要 代表就是 公家 開始 示範都根 就是 帶動引建都根的一個 變形的案例 我會覺得很習慣 然後 我就去 翻譯不掉 發現 因為很重要要被留下 我就提不放了 那麻煩下一張 那 接下來的話其實 我覺得不用 浪費太多時間 看這些 因為 麻煩就是一張 一個案過去也好 就是 它都是 我看到就是 從過去的新聞 過去的地圖 我們都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非常 具有意識 價值的一個地方 那我想要回應 剛才就是建築師那邊說的 就是 它是1948年之後 才蓋的 那 建築那邊說就是 它可能是 較為簡陋的 然後說它是 低人文價錢 那我剛才聽起來 其實蠻心痛的 就是 如果說 當時在戰後 1948年的時候 會蓋檢多文化 那 是呼籲它當時的 某一種 歷史實在分裏下面 因為 經費所短缺 然後普遍沒有錢的狀況下 都造成它結構上 不是很穩定的話 那這不是也是一種 重要的歷史的一個價值嗎 這不是應該也是 見證台灣 戰後歷史的一個變化 好 那這些都是我自己去拍的照片 那 其實 這張短缺挺一下 就是 建築主持剛才那邊有說到 就是說 它已經 跟 就是 經過很多次的改建 那它原本是 一二樓挑挑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現在想像一下 就是 老闆讓你去看一下 就是 現在 頭進來路旁邊的那個 台灣銀行跟 台中自由路 被列為國立 台中市跟古蹟的那些狀態 它是不是都是挑高的建築 那 我們知道說 現在張後來銀行北輪 在放這個是因為 它二樓這個建 所以它才對於沒有挑高 那請問 台灣現在 還有什麼 現代銀行建築 只用挑高的方式 這不是也是見證的一種 古典時代的 銀行才會有得多的取買 好 那麻煩下一張 這個 這是一二樓 原本是打空的 只是因為後來 營業需求最增介 好 那剛才建築師有說 它這對面 這邊 這棟建築 是我今年六月的時候 跟委員會開的時候排的 那現在已經不見了 那這個也是戰後來蓋的東西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延續了整個大套城的 歷史街路的地面 包括這棟張營本身也是 那這棟是不是歷建的 我不知道 但是張營他是被列車的 那列車剛才一開始宣讀的時候 就說 電車並不影響它 是不是可以都更 但是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 負責任的 一個文化單位的心態 就是 我們真的這樣子就把它拆掉了 就跟對邊那個一樣 那 剛剛才 麻煩下一張 再下一張 那 剛才那個書庫那邊有說到說 他們經過了十年 非常辛苦的歷程 那我也聽到說 他們認為說 這場結論出來這邊 市場非常糟糕 這我承認 但是 我們看到的是說 這些東西才是真正代表說 我們台灣一個文化的一個整體的歷史的面向 如果改成就是把它拆除的話 那 輝光客看到的是台北 還是一個後現代的國際大陸會 它只是跟香港跟旁邊的上台跟其他省事一樣 那我們台灣原始的歷史間學的地方在哪裡 那麻煩下一頁 那我們看到齊群文無形的話 看到比較窗紫色 蓋那麼多大樓 那我們好不容易把它給你們拆掉 我們只是蓋了更多的無形的高架橋 來擋住我們的歷史重線 那下一張 那這是最後 雖然這邊轉換副市長 就是我們其他副市長還有副市長 上個月後去大澳城那邊 就是我們現在有做起來的東西說 就是從萬華那邊到大澳城 這是一個整體的時代的一個歷史的傳承 那我希望各位長官各位委員 可以好好考慮一下歷史的整體性 文化的連續性 才是讓台灣可以繼續傳承下去的東西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從剛才這個無聊 봄到 到我們這個正式的報納提報舍實施者 這樣的一個衝突說明 我們還是進到這個奮案實質的這個討論 然後先請教各位委員 就是主要針對今天這個案子 他的文字的價值 他有怎麼樣的捲固未來平衡的一個模式 大家快點入一家 好不好 有沒有 我想請教一下開花攤位 因為剛剛在簡報裡面提到 開花攤位準備把這個立面 融入到未來的這個設計的立面裡面 那個所謂融入的方式 因為是整個立面保存嗎 還是說 剛剛也提到建築師也提到了 我們去現場也看到了 這個整個立面的婚姻股的品質不是很好 就是說它以前風化了非常嚴重 但如果要做切割的話 確實在技術上可能要做很多這種法規 要不然你切割的話整個破壞了嗎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有沒有更進步的 譬如說除了切割以外 有沒有什麼方式 就譬如說拆除重建 因為在敵外街有很多這種 類似的這樣的一個民事身份的意見 我們是要拿用原材料 用原工法 然後重建回來 這個方式在未來的開會單位這邊 有沒有辦法來做這樣的一個考量 以上 謝謝 其他委員裡面有相關的指教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會請這個配組織的建考 謝謝委員指稱 我們會採取用液面重建的方式 裡面材料重建的方式去把它賦予 預覽這個意向 因為我們對於這個文資的一個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認為這個液面所呈現的東西 是代表當時1950年代 它在台灣工匠及材料水平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見證和紀錄 那我們覺得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東西 以現在的這個材料 同樣的材料 可以把它賦予回來 與其只是讓它翻鑊的一個舊的意念 或譜如把它回覆成當時這樣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建議它是用 類似的材料或原材料 把它重建 原尺寸重建以上 是回覆到1912年來 今天1948年 1948年 1948年 好 謝謝 其他委員還沒有指教 我想剛才聽了 登記發言遊戲 是這位老媽 就是說我想還是要請大家 放心就是說 政府在做這個城市的未來 願景 爆發 保留文資 跟大家的一些月光 我想我們一定會健康平衡 我想這是也要 這個 跟大家來再次的報告 第二個就是說 文資的審議一直都是 崩開透明 如果說有任何的意見 我覺得都可以在這裡